欢迎收看有评有剧看台湾 我是王时期 在选举的动态方面 这两天又有一些新的变化 因为农委会在今天下午 已经正式做出了这个调查 张善政的研究报告 确认了当中有蛮多篇幅 都涉及重复的抄袭这样子的嫌疑 那这件事情对于选情 会不会有什么样新的影响变化呢 另外在台北市选情的部分 也是打得非常热闹 现在蓝白两阵营是狂打陈时中挡疫苗 那么究竟陈时中有没有挡疫苗 还有这个好像已经是一两年前以前的话题了 就范热炒能不能够达到选战前提 抢票的效果今天也会好好的来分析 另外我们还看到这个美国的台湾政策法呢 现在通过了这个参议院 那么这个法案其实在跟台湾的紧密度连结上面呢 是用白纸黑字来呈现 可是国内却有一些人觉得这是一种挑衅行为 到底他们在想些什么今天也会来分析 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林静怡 苏织姐好 大家好 国民党副民事长李燕秀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是陈东豪 大家好 大数据专家是Solar Media的董事长王立杰 大家好 好的一开始我们要先看这个最新的发展 这个是张善政这个帮农委会所做的这个研究报告 到底有没有涉及侵权抄袭呢 农委会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已经做出了这个最后的调查 结果确认有疑意 要求9月30号之前要来一个书面说明 那么在21篇的报告当中 其中有6篇高度的跟别的这些论文重叠 那跟哪一些论文呢 有美国的 有荷兰的 有韩国的 有世界各国的 好啦那这件事情已经被证实说 恐怕是真的有这个侵权这样子的嫌疑的话 那会不会在这个张善政阵营 引发一些负面的声浪 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点 有一点严重 因为本来大家一直很期待说 那张善政阵营你是不是也应该要出来开个记者会啊 你不是应该要说明吗 结果一直说有保密 有保密 有保密 这个我们不能讲 不能讲 不能讲 结果好啦 等农委会的调查报告 结果农委会调查报告 你果然可能是有抄袭重复的这个状况 那怎么办呢 这个要先请教一下静怡 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于选情来说会有影响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会有影响啦 因为其实张善政他之前讲说我以后才要开记者会说明 然后还留了个伏笔 他说因为这边都在挤牙膏 所以我以后才会讲 可见他自己也知道后面会有问题 他才不想要一次讲清楚嘛 如果你很清楚说我就坦荡荡都没有问题 赶快开记者会澄清清楚这件事情就close掉没事了嘛 那我也要提醒啦 他今天去讲说是农委会什么故意要对他打压或什么的 这件事情为什么民众很关注 我必须说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很关注 因为大家基本上都申请过很多政府的研究案也好 政府委托案也好 你很不容易申请啦 申请完之后做的要死要活还要被刁难很多啦 这个真的啦很麻烦啦 那个单据什么的 那你五千多万的东西爆出来是抄袭 这个其实比论文还要严重 为什么比论文还要严重 论文是我们付学费给学校 说请你教我如何做研究 最后我写一个研究计划 写出一个报告来证明我真的学会了一个东西 农委会这个是国家给你一笔钱 请你写一个东西来让国家有一个方向遵循 钱是到他手上耶 那个论文是我们给钱给学校耶 所以说这个事情民众很关心 就是说那你拿了五千多万 做出一个抄袭 而且内容不知道是什么 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如果他真的是扎扎实实做出来研究 他应该会很有信心说 这个研究的我找到问题是什么 我给农委会的建议是什么 后来农委会有没有这么做 到现在他都没有讲这个事情 可是他说其实这个案子就是一个资料的收集 如果资料收集你农委会就找他们自己的人 智库整理就好了 干嘛还要委托你这么多 所以真的不太可能说 有跟政府的标案 然后只是去收集资料 你收集资料有办法到五千多万三年收集资料 会不会太好了一点 麻烦 有好康的报我机 非常的好康耶 那他不会停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我们立法院再来要开议了 我们要开议了 这个案子这么多的钱 其实我们也遇到很多 曾经跟政府申请研究案 然后后来做得很辛苦的人 也是说你们给我查清楚 我当年申报这些东西申报的那么辛苦 为什么他可以拿那么简单 所以光是我们开议之后 我们委员会在委员会咨询 人委会叫他拿出更多资料来去做寻达 这个事情会继续烧啊 他绝不会停在这里的啦 那我想请教一下燕秀 为什么张战正不干脆就老早就开个记者会 这样子就可以从这个泥闹中先脱身嘛 要不然一直在围绕着 到底有没有保密 有保密 没保密 有保密 没保密 然后说这个是 这个不是论文 这个是资料收集 就是不断的在回答这一题 那他都不能摆脱这一题吗 我个人认为啦 当然静怡对于这整件事有他的看法 我也尊重 但是我倒是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 这整个案子其实是在 是在民进党时代输家全发包 农委会 一个计划研究案 有它的期中报告 有它的期末报告 三年的 对 有三年 当然有 那他要怎么做 如果说他期中报告说 我要收集各国的方向 我大概要这样做 如果他期中报告他没有过 他可能就会去调整方向 来去做后续期末报告的 能不能验收 它会是一个标准 那这个案子其实是宏基得到的 张善政他就是一个计划主持人 要告 在我看来 无论就是说他内容占有多少的抄袭 那都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说当时的农委会在期中或期末 当时就干脆不要给他验收 这个案子已经这么久了 那要告 也是告施政荣 告宏基 告施政荣 当然我们现在要讨论说 计划主持人有多少责任 下面11个专门在写的其他11个人 有多少的责任 我觉得这都可以慢慢来谈 但是完全会就于 可是人家都马是计划主持人 要负全责 当然因为现在张善政他在选举 当然大家会放大眼睛 去看这整件事情 但是一个计划研究案 去收集各国农业进展的一些资料 到底可以copy多少 或不能copy多少 这个就是当时农委会对于这个案子 他的标准 他跟所谓的学术论文是不一样的 学术论文到底可以有多少比例是 是去引用别人的说法 那个都有一定的比例算 可是如果国民党因为 帮张善政的解释的说法是说 开玩笑 这报告是农业界的蒋经国 那如果是农业界蒋经国 那张善政应该就 对我告诉你我做研究超赞 棒得不得了 这蒋经国好忙喔 对蒋经国最近很忙 他的这个孙子有在选举 我的意思是说 张善政不是更应该出面证实说 这些东西就是我的成果 我真的堪比蒋经国 他都不出来讲是怎样 张善政就是一个当时的计划主持人 他在宏基当然有挂名 但宏基施政荣他其实也是 蔡英文的国策顾问嘛 所以我觉得农委会要告 也是告宏基 如果宏基要求张善政出来做说明 我相信他也不会 不会回避 也不会回避 这没什么好回避 他是计划主持人 那他9月30号之前 应该会有一个书面的回复给农委会吧 我不知道农委会要求的是 张善政做说明 还是要求宏基做说明 宏基兼加上那个计划主持人一起 那当然那看宏基跟 因为他没有要求必须是谁或谁 那你就看宏基怎么跟张善政做沟通 那我也相信张善政在背后 未来会有更进一步 对于这整件事情的说明 只是我觉得一个计划研究案 去收集各国的资料 到底有多少文献是可以来自于 其他资料上的引用 我觉得这个当时都没有很明确的一个表 他跟学术论文不一样 学术论文说你多少可以引用出处 你多少60%以上 你必须要自己写 你40%可能可以引用别人的论证 或其他的实证 那这个到底有没有 这部分我不清楚 但是农委会当时在发报这个案子的时候 有没有要求说 你全部都要自己收集自己写 你不可以用某一个国家 拿一个杂志的引用 你不可以 也没有这样子的标准跟要求 我觉得这个后面 可能都要进一步的去了解清楚 那可是现在选举只剩下70几天了 如果 所以这整件事就变成 性者含性 不性者含不性 就是觉得有逻辑可以接受的 就持续的接受 觉得他还是抄袭太多 不合理 那还是不合理 所以我觉得选战有时候选到最后 就是一个对自己支持者的说明 那当然我们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当然还是希望 大家彼此说出来自己的见解跟看法 然后让更多的中间选民去更清楚了解 每一个人或每一个政党对于这件事情 他面向我们觉得有质疑的地方 东 我想请教一下东好 就是说其实这个当初农委会跟宏姬之间签的合约里面 也有说不可以这个票窃啦 抄袭这些啦 那对 刚刚彦秀讲说 并没有定出一个很明确的说 那不可以有多少%的抄袭 或者是票窃什么等等的 那现在张战正阵阵营的说法其实 其实不拖大家的意外 就是国家机器啦 这个是选举的操作啦 这个民进党施压啦等等的 那你觉得这样子的说法 是不是可以帮张战正来解围 我有点担心 我引用一个数据是林传媒的 林传媒的现在的董事长是施威权 施威权过去是马英勇总统任命第一任 路委会主委 是施威权喔 对 已经是施威权接的 所以我为什么讲施威权呢 就是说这个媒体 你不会把它算成是偏绿的 因为他过去是 路委会主委的办公室主任 那后来在马总统时代 还当过中部办的执行长 还是新政院啦 好 那在这个林传媒的民调里面呢 郑云鹏输给张战正剩下2% 然后2.2% 那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判断就是 那农委会研究案这件事情 如果继续这样子下去的话 会怎么样 慢一点就是等一个月以后 林传媒的报告 民意调查报告 我们就有机会去判断那个趋势 可是你在如果 如果就是说 差2.2%的状况之下 任何一个动作如果犯错都会很危险 那第二个 第二个我们来看就是说 那但是因为农委会的研究报告 当然跟学术论文是不一样的 那他除了那个学术论程要求的标准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农委会的研究委托 计划研究案 他后面会形成政策 那当年这5736万年的政策 后来后续的相关的 有没有预算的支出 有 至少有两个 现在知道的 对 一个是后来就根据那个 那个商参政他们的研究案的建议 农委会后来就 那个是已经是马从总时代了 就在那个NOD 发了一个1200多万的一个案子 做热火农村 但那个案子后来就做一做就结束掉 就没了 就有一点这个钱丢到 因为那是IP电视嘛 那我会解释一下 为什么那个就没了 因为IP电视 NOD中华电信 大部分都在新建案才接着上 也就是在都会区 那你要 如果你要看的对象是农民的话 在那个时候的农村来讲 你要装NOD有困难的第一个 所以那个案子就1000多万没了 另外一个案子是林征 他们后来他退卸后 成立一个协会 去做那个 要去做那个生产履历的保证 那那是2500万 后来那个案子也失败了 就是说你这个预算的建议案后面会 你这样子很不给农业界蒋经国面子 他的计划都失败 因为像林征他们推的生产履历 事实上那个张善政他们那个做法 那个建议是有不可行的部分 细节我就不讲 我只是讲结论 就是那2500万后来丢下去 后来就结束了 就没有了 第三个 张善政要不要开记者会 这个就稍微有点小故事了 因为张善政的竞选架构是这样子 他在台面上是有一个竞选总部的架构 但是他另外还有一个竞选办公室 为什么要分两个 我也不知道 通常别人都一个 我不知道 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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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其他的像鲁明哲 万美林 他们就是这个南北两区的这个总指挥 那竞选是什么 竞选基本上来讲就是朱立伦的人 比如说他的 我记得里面有一个是朱立伦的表弟 还有一个过去帮过吴志阳 以前在中市当过主播的 一个我们的新闻同业 后来也在卢秀苑的时候 也去过台中市政府 那像他也在那边 那对于开记者会 因为张胜正一开始曾经想说 他要开记者会 但是时间还没定 后来的决定是不开 因为竞选办跟张胜正后来都觉得不要开 难怪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要开 他们的决定就不开了 所以就丢给农委会 要农委会自己去说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事情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大概就是竞选办的意见比较重要 所以回过来就只有一个观察点 如果凌传媒做的民调 现在是藏三战还可以赢2.2% 一个月以后再做的时候 我觉得大概因为九月已经走到一半了嘛 九月底或十月的时候还会赢吗 其实这东西是很实际的 所以其实是朱立伦重点区域就是放在桃园 那如果一个月之后的民调发现 这件事情真的有影响的话 就是朱立伦要自己负全责 因为他建议不要开记者会的这个决策 对 张胜正也决定不开 不能全部都怪给朱立伦 对 但是一个候选人 然后分两边双头马车在进行这件事情 也是满特殊的啦 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谢谢 good 大家 再见 我这份回来 我们上次聊聊 这个回去了